一個角色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我第一次 演了類似的角色 藝人顏雅倫 首次在男男練電影 飾演渣男角色 沒有想到現實生活 也被前男友控訴 屎亂中棄 雙人合比愛心截圖照成為證據 這是顏雅倫 拿前男友報備行程的照片來發文 對象就是他 有點累 我說什麼你都說你累 知名抖音網紅耀樂 聲稱照片中 另一人就是他 2018年耀樂被流出性愛影片 工作全面停擺 甚至休學 當時他卻只有16歲 拍攝者正是顏雅倫 尚樂發文指控 當時他明明未成年 顏雅倫卻在睡覺時 質疑與他發生關係 兩人私密影片被流出 顏雅倫沒講清楚 只給了幾萬元就想打發他 甚至還被對方威脅 選擇爆料的話要請黑道解決 讓他心生恐懼 顏雅倫也發文回應 除了強調自己是戀愛腦 說自己曾是很糟糕的人 也有花時間尋求協助 也強調兩人當時一直有聯絡 上次聯絡就在去年九月 尼亞倫澄清私密影片 不是主動外流 可能是修手機被外流的 強調願再次跟對方道歉 媒體人黃陽明就指出 這篇貼文強調當時兩人 為感情狀態 影片外流與自己無關 與對方直到去年 都還維持友善互動 這波操作一世為了減輕罪行 當一個已經滿十八歲之人 對於一個十六歲 也就是未滿十八歲之人 為強制性交的行為 已經會入入到我們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治條例的規定 記者聯繫顏雅倫經紀人 未讀未回所屬音樂公司 也表示還在了解中 不過其實早在前一天 就有很多匿名發文指控顏雅倫 當時對方都不願意回應 如今被爆出情感糾紛黑歷史 恐怕已經涉及不法